秦天柱 变形 这个呢就是去年火出圈的 由乐森机器人推出的 能够自动变形的秦天柱 就是我去年也给兄弟们 做过这款产品的一个视频 非常的喜欢 相信很多迷友看到它 第一次在面前自动变形的时候 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 因为我们曾经都幻想过 如果变形金刚 能够像电影或者是动画片里面 自己变形就好了 那么现在它真的完成了 不过呢 这款产品有一个最大的缺陷 就是它没有车厢 相信兄弟们都听过这个话 没有车厢的大哥不是好大哥 所以今天 哇 咱们今天啊 就把这个缺陷给弥补了 乐森机器人今年又推出了 可以搭配这款自动变形的 秦天柱的车厢 并且这个车厢 它自己也能自动变形 我就很好奇车厢怎么会变形啊 来了 不废话 赶紧打开来到底是什么样的 哇塞 这个跟武器相样 来 这边打开 登登登登登登 哎呦 它是这样子的 兄弟们看一下 小滚珠 还有这么大的一个车厢 好这次车厢的所有内容物都在这边了 首先车厢的主体一个 然后呢 小滚珠一个 小spike一个 以及这些小零部件 等一下再说 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车厢的本体部分 我来量量它总共的长度是有多长啊 55公分兄弟们 这个跟点赞的兄弟都差不多了 然后呢 也指出三连的兄弟一点点 这个尺寸到底是什么概念呢 我这边拿出MP44的车厢来进行个比较 你们就能够看出车厢的差距究竟有多大了 然后MP10的车厢啊 由于压在这个箱子里面我找不到了 所以说呢 我这边拿出了某个放大版本的 反正差不多嘛 对不对 来进行个比较 差异度也是非常明显 那么这两个一放在一起对比啊 兄弟们就会发现 这一次乐森机器人家出的这个 擎天柱的车厢 它的整个外观造型涂装细节 基本上就是沿用了MP10的这个版本 也是大家最经典最喜欢的一个版本啊 那么细节方面呢 由于它的尺寸更大 所以说肯定显得更好 特别是在尾部这边的车灯的位置啊 也是非常的写实的 因为这个车灯呢 等一下是会真的亮到 而在车厢的右侧呢 可以看到充电接口跟USB接口 在左侧可以看到一个电源的按钮 再来看一下小滚柱的部分啊 小滚柱的尺寸就已经跟MP小车差不多了 全部都是橡皮的轮胎 细节刻画也是很精致的 那么可以看到这边前引擎盖 可以打开 里面还有一些发动机啊 一些细节刻画 那么这边车灯呢 等一下也是会亮到 可以看到它的这里啊 打开来 这个呢 就是这个充电接口啊 它隐藏在这个里面 这个板件呢 给它拖过去 你就看不到了 然后呢电源按钮啊 在这个座位的位置 然后还附带了一个小spike 这个应该就是MP10的放大版本啊 各种关节 包括机构都差不多 然后呢 五官呢 是没有眼睛的 其他是有稍微做出来一点 背后是有一个磁体啊 所以说它就可以非常稳固的 你看 坐在上面 就不会翻车了 这点不错 一些比较常规的玩法 比如说运输枪的这个功能 是可以做出来的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 脱挂大哥的车厢了 这边你看 有个弹环板件 我们给它挑起来啊 然后在这边呢 就给它扣在这里 这样子就非常紧实了 再拿出这个黑色的部件 咱们给它插进去 等一下呢 车厢就直接这样压在上面 咱们就可以拖着它走了 这边等一下演示哦 OK 现在呢 我们一个一个 把它们全部都启动 首先是大哥 再来小滚猪 兄弟们看好了 这个呢 就是GEE的这个 动画片的片头曲啊 最后是车厢的部分 You gotta touch 没错 这个就跟音箱一样 它直接会唱起了 86大电影的 经典的主机曲的touch啊 如果你想要 让它关掉的话呢 就必须赶紧 连接上这个APP OK 它就没声音了啊 现在我们正式演示 它的一些功能 首先我们先按动第一个 哇 就这种跟千金鼎一样的 把它给顶起来了 然后呢 我们就把这边底下 ZIPCH ZIPCH 把大哥给它旋转过来 跟它的货柜连接的那种感觉 我们利用这边的遥控 OK 然后呢 再按压 当然这个洞啊 它是有两个凸起个凹槽的 你还是要稍微的找一下啊 嗯 这个还是非常容易的 那这个样子兄弟们 擎天柱大哥的完全体 就真真正正的出现在咱们的面前了 有货柜的大哥才是好大哥 麻烦兄弟们 把666刷在公屏上啊 真的是非常的激动 而且这个尺寸啊 真的是超级的巨大 平时我觉得这样子摆放 也是非常帅的一个摆设哦 那么在这种模式下呢 咱们操控大哥 这个桌面毕竟比较小啊 就是给大家大概看一下 等一下呢 我们放到地上去玩 就是真的可以拖着它的货柜跑起来 我们把这个货柜直接展开来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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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实在帅啊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把它关上 呼呼 对吧 又哭哭咖咖咖的变形声音 然后呢直接关掉了 以前都要我们自己用手拍 现在 一按一下自动就会展开 那顺便来看一下里面的一些细节 可以看到里面的细节呢 也都是密密麻麻 并且这边两侧啊 都有非常漂亮的灯光的效果 然后呢像我们的小滚珠啊 就可以放在这边 嗯正正好 没有任何的问题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单独操控这个维修台 哦 我们可以把这个雷达给它挑起来 维修手臂啊 这个东西它就没有办法就是说用遥控的方式了 就可能只能你自己这个样子去掰了 我们可以把这边的操控台的这个驾驶舱呢 给它打开 SPIKE啊 照样的给它坐进去 给它盖上 咱们的小SPIKE啊 也是有战斗力的要 开始 下去 哎乖乖的就下去了 不错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车厢的尾部啊 这边两个灯呢都是会亮的 并且这个门啊 也可以打开 对的 这个呢也是可以通过遥控来操控它 咱们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一下啊 哦 这里面啊 两个维修台那个灯啊照射出来 然后你看 这边一环一环的那种感觉 真的是很像科幻片里面 什么太空飞船里面的内构啊 我们把小滚猪给它放进去 对吧 小滚猪本身的两个灯 这种感觉就更帅了 不过很可惜啊 它的这边的这个滑板呢 你必须要借助外用的这个工具啊 这边是有个磁铁的 直接就可以吸附在这边 这个考虑到它的一体的变形 所以说这个东西只能外挂 也算可以理解了 那我们赶紧 调整好一下方位 让我们的小滚猪出来 小滚猪回去 咱们再以这个角度让小滚猪下来啊 哇 非常有感觉 回去 不过这些都只是开胃小菜真正的主角 车厢变形 一二三 三 怎么样兄弟们 这一波自动变形真的牛逼吧 我们再把它变回车厢啊 哇 它先把它折成一半 然后你看这边 嗯 哇 这个实在是丝滑的不得了 再来 然后上面的维修台呢 或者是炮台啊 可以升起来 没错 照样可以攻击的 然后我们Spy和小人呢 平时可以站在这里啊 或者你看这一块的延伸出来的板子啊 也是可以站的 呦 你是不怕高啊 那这个时候再把我们的大哥站在前面 最经典的维修基地的模式就已经变出来了 配合上旁边这两排灯光的这种效果啊 真的是超级爆 而且你看 大哥还会不断的 以上一下的呼吸好像是真的啊 我累了 快来 维修一下吧 那种感觉 最后来看一下遥控车的模式啊 冲啊 冲啊大哥 来大哥 一边开 一边展开你的车厢 哦 然后是小滚猪啊 哇小滚猪这个活动性相当的牛叉啊 现在呢我让小滚猪拖着车厢大哥的车头 咱们看看两个能不能同时前进啊 哎 还真的可以 咱们再来跑一遍 一二三 哎呀哎呀 大哥越来越快了 最后你们俩都变个型吧 青天柱 秋香 炮台升起来 攻击 OK 那这个呢就是今天给兄弟们介绍的这个 勒森机器人所出的 擎天柱车厢的套装啊 那么这个车厢呢 我当初有想过 勒森会出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他居然也跟擎天柱一样 自己也能够自动的变形 这点让我是喜出望外的 然后呢各种的玩法呢 也是非常的丰富啊 所以说如果你曾经已经买了 这款勒森擎天柱的话 这个车厢就完全不要错过了 当然这一套如果都没有买的话 呃 加在一起将近一万块钱 兄弟们你们自己斟酌吧 OK 这期视频就结束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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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